这样的竞选主要的目的是把华人的声音 华人的需求带到书政府去 还有是讲好中国故事 影响我们华人力量 影响我们华人全美的力量 我希望这个竞选能够鼓励更多华人 华侨投票鼓励参选 鼓励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书政府 另外作为招待家籍华人 我希望尽本地居住国的权力义务 作为一个公民 我们应该去参选更备选更投票 所以我记着今天宣布参选 希望鼓励更多华人出来投票 能够给书政府 给加拿大政府 知道我们华人的力量是不小的 我希望拥有他们的力量 能够把我们的声音 把我们的需求 能够给政府知道 另外呢 昨天我都接受加拿大全美 CBC跟加拿大新报的访问 我对他们说 我一定要讲好华人故事 我尽我们加拿大人的 华人的权力跟义务 我们希望能够迎接我们华人力量 因为在加拿大有100多万华人 在多云多最少有50万以上的华人 如果他们出来投票 对我来说 我心选的机会非常大 我希望你们在投票当天 出来投票 高收加拿大 高收多云多 高收政府 我们华人是一个好的公民 我们为尊我们公民的权利跟义务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